这是世界最强的十大特种部队 美国和俄罗斯各有两支上榜 而我国上榜的部队 更是让人十分意外 而且排名完全出人意料 本期就为大家盘点世界十大特种部队 首先排名第十的是波兰的雷鸣特种部队 雷鸣原名机动反应作战部队 是波兰陆军于1990年7月成立的一支反恐特种部队 主要应对当时犹太难民潮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 而在建立之初 波兰陆军就参照了大名鼎鼎的美国三角洲 英国特别空勤团和德国第九边防大队 博彩重家之长 最终使得雷鸣特种部队战力十分不索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雷鸣和上述老牌特种部队一起行动 却打出了出色的战绩 追捕了库克牌通缉令上的不少一方高官 从此一名惊人 不仅如此 雷鸣尽管没有公布其国内反恐战绩 但是根据波兰在90年代那明朝中安然无恙的表现来看 再次证明他们的战力不索 而接着排名第九的 是以色列的野小子 可不要小看了野小子这个名字 尽管听起来略显可笑 但是其西伯来语实际意思是勇敢 强壮 野小子也是一支战力强悍的特种部队 一方面 以色列长期和中东阿拉伯国家不对 要么在打仗 要么就是在打仗的路上 互相派出特种部队渗透 在如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野小子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 以色列国土虽小 但国力却极为强盛 背靠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 犹太财团根本不差钱 野小子的武器装备自然也是世界一流的 强大的财力支持和丰富的实战训练 于1957年成立的野小子想要拉胯也十分困难 无论是针对阿拉伯的国内外反恐 还是与美军一道参与战争 战绩都颇为不俗 而排名第八的是德国的第九大队 第九大队全称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 组建于1972年9月 与榜单其他特种部队不同 受到种种条件限制 这是一支专门小型特种部队 仅有300人 不过规模较小不代表战力不行 1977年10月18日 一架搭载了86名乘客的波音747被四个恐怖分子劫持 结果第九大队霸气出手 将客机和乘客全部营救 自此第九大队一战成名 该特种部队在反恐 尤其是反击机方面说第二 没有哪支特种部队敢说第一 因而被誉为德意志捷报 而排名第七位 正是法国的国家宪兵特勤队 1973年3月 法国专门组建了两支反恐部队 后来合并为了国家宪兵特勤队 该部队完成了超过1500次的特种任务 并且成功率都很高 从建立至今阵亡人数几少 被誉为凯旋门前的历检 不过 国家宪兵特勤队之所以能够力压德国第九大队 主要有选拔难度不同 参与任务兼具程度不同 第九大队的成员主要是从警察中选拔的 尽管他们也是身经百战的强者 但是终归不如军队 能力还是稍逊一筹 而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则不同 成员主要来源于军队 无意不是部队中的兵王 并且选拔十分严格 通过率只有7% 远高于德国第九大队的20% 在任务兼具程度方面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需要参加海外作战任务 并且经常和各国特种部队交流 这是德国第九大队不能比你的 接下来排名第六的 正是俄罗斯的信号棋 战斗民族的特种部队一向以凶狠著称 他们有两支特种部队上班 而信号棋之所以排名靠后 主要是因为其战绩算不上特别出彩 信号棋于1981年4月诞生 队员各个都是超人 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在上世纪人数高达1200多人 其中90%的队员都是军官 也就是说其成员军事素质很高 每当面对警察 特工乃至军队都没法摆平的几手敌人 信号棋此时就会出动 在阿富汗战争中 信号棋多次深入敌后 极大的打击了阿富汗牛基队 任务完成的很是出色 而他们最傲人的战绩 就是曾经莫斯科地铁站内 仅用10秒钟的时间就制服了14名武装分子 避免了一场巨大灾难 当然 他们不顾损失和伤亡 连人待物实施物理消灭的习惯 也经常闹出人质死亡的情况 例如在2004年的一次解救行动中 信号棋伤亡惨重 还导致了333名人质死亡 因此战绩不怎么好看 接下来排名第五大 是英国的特种空勤团 英国作为老牌欧美强国 其特种部队特种空勤团 于1941年7月正式组建 是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特种部队 可谓是所有现代特种部队的鼻子 无论是著名的美国三角洲 还是专为反恐而建的第九大队 国家宪兵特勤队等一系列后来者 无一例外都有特种空勤团的影子 毫不夸张地说 单凭最早建立现代特种部队体系这一项 就足以让特种空勤团跻身前列 更何况其战绩十分出色 广受业界在你 1980年4月底 6名恐怖分子攻占伦敦的伊朗大使馆 在谈判未果后 特种空勤团临危授命 一举无伤救出全部25名人质 声望大振 多国希望寻求合作 而除了反恐能力不俗之外 特种空勤团的常规作战能力也堪称恐怖 从建立至今 他们参加了大大小小多场战争 表现大多十分出彩 例如在福克兰战争中 特种空勤团大显身手 突袭福克兰群岛的下属小岛 为英军最终夺取福克兰奠定了基础 证明了其常规战斗能力 然后是排名第四的 俄罗斯的阿尔法 尽管阿尔法与排名垫底的 另一支俄罗斯特种部队信号器一样 都出自威名赫赫的克格勃 但是前者成立于1974年7月 远远早于后者 而阿尔法也无愧老大哥之名 反恐和常规作战军战绩出彩 不仅解决了包括车臣叛乱在内的多起恐怖分子袭击 还曾于1979年12月攻进阿富汗阿民宫 击毙总统阿民 可以说 假如世界各国实力以特种部队战力划分 信号器可以让俄罗斯位列三流 那么强大的阿尔法足以让俄罗斯机身一流 实力不可谓不恐怖 位列第三的 正是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 提起三角洲这个名字 那可是如雷罐 成立于1977年11月的它战绩标比 甚至独特的绿色扁帽装束因此流行一时 成为了各国青年效仿的对象 在建制上 三角洲完全参考了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现代特种部队 英国特种通勤团 但是前者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完全碾压后者 而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三角洲背靠头号超级大国美国 自然不会差钱 武器装备全部用的都是最顶尖 最齐全的 这就导致其战力不可能低到哪里去 第二个原因 三角洲的训练也十分严苛 称得上是全球最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之一 因此它才能在巴拿马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表现突出 帮助美军大获全胜 接下来是排名第二的 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比起兄弟特种部队三角洲 海豹突击队成立于1962年1月 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 因此其建制体系 作战经验等方面更加成熟 如同美军中的老大哥 不仅如此 海豹突击队的选拔比三角洲还严格 除了常规特种部队测试外 队员们还必须掌握海陆空三期作战能力 这是世界上其他特种部队少有的 而魔鬼训练换来的是绝佳战绩 2011年5月1日 海豹突击队找到了头号恐怖分子的 拉登的踪迹 并最终突破重重阻碍 将其击毙 最后排名第一的 正是中国特种部队 听到中国特种部队 很多人都会感到意外 毕竟榜单上其他特种部队都单独列出了名号 为什么偏偏中国不列出名号呢 主要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国特种部队实在是太强 单独拿一支出来根本没法服众 无论是陆军的东北 海军的蛟龙 空军的雷神 武警的猎鹰 乃至火箭军的利刃 都是顶尖的存在 比如把海军的蛟龙放上来 空军的雷神肯定不服 凭什么海军能上 空军不能上 而且毕竟两个军种不同 肩负的任务也不同 没法放一起比较 也许这时有人可能会说 陆军是解放军的传统强项 把曾经斩获全军投名的东北虎放上去 可不可以呢 这样也不行 陆军的东北虎不然强悍 但是火箭军的利刃也有话说 导弹也是解放军的传统强项 利刃为了保护文明世界的东风系列 和各国特种部队对抗 难道自己不能上榜 要知道 我国现代特种部队的成立时间 其实也不属于欧美老牌强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手枪队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特攻队 解放战争时期的特种纵队 为解放军现代特种部队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中国特种部队实力都太强 个个都可以排名第一 因此没有相应的单独一致特种部队上榜 不过来